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够来参加这场盛会 那刚刚听到两位老师侃侃而谈 从为什么要举办这场新书发表会的缘起开始讲起 然后讲到这本新书它无可取代的这个重要性 接着把时间拉到一千多年前 的玄奘菩萨那个时代 解说为什么大事要悉行取经 以及一生复兴佛教的这些历史意义 然后最后讲到 为什么造这部成为世论它的背景 接着又把时间拉回到我们当代 来介绍平时导师弘扬三圣菩提政法 以及破斥六世论种种邪说的历史意义 最后讲到为什么要造这部成为世论是它的背景 还有意义 当然玄奉大师跟平时导师都是主张 开悟见到就是要使证第八阿赖耶士如来藏 那成为世论所讲的以及成为世论是所讲的 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个第八阿赖耶士如来藏而开演出来的法 所以它其实是具足成佛之道 也是一部全面性整体性的这个佛法 只是成为世论比较精简 不容易读懂 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平时导师来详细注解 并出版这部成为世论是 所以我们今天才需要举办这场新书发表会 来跟各位解说相关的一些背景 并跟各位介绍这本新书 我代表今天的语会大众来向两位老师请教一些问题 那么在工作同仁还在回收这些提问单的同时 我自己先准备了一个题目 来请教两位老师 这个问题大致上是这样子 想要阅读这个成为世论是 有没有一个条件说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知见 或者先要阅读什么样的书籍 才能够阅读这个成为世论是 是不是先请陈老师 如同刚刚我们在论坛的时候 跟大家所做的说明 成为世论它本身是 在阐述一个整体的佛法 它里面有引到阿含金 也有引到大圣的金 那我们也提到说 现今的学佛呢 就是佛教学佛最大的问题啊 其实就是各种说法很混乱 所谓混乱就是受到日本学者 欧美学者的影响 认为大圣非佛说 所以我个人觉得 要研读大圣法 要研读这部成为世论是 因为它讲的就是一整体的佛法 那它是以如来藏为核心的 大圣佛法 那你要研读它 你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不能抱着 大圣非佛说的心态 来读成为世论是 佛说呢 平时导师的说明呢 你会认为那个是瞎掰 你会认为那个是错解 玄奘菩萨的成为世论的原意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就像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平时导师有做阿罕正义 护书名就是维士学探员 那平时导师就是直接从阿罕心来告诉大家 方广为世诸经诸论所阐述的三界为心 一切法为世的这个意义啊 其实在阿罕里面就有了 只是后来 只是后来深闻布派佛教的那些没有清正深闻果的 他错解 他错解阿罕里面所隐含那个大圣法的意志 因此呢 就不断地去演变他的说法 不断地互相公结别人的说法 而产生了所谓的大圣佛法有所演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此你要研读成为世论事 你的前提就是你要信受 佛法是整体的 阿罕里面就有一切法为世的意理在里面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如果你打算要开始研读 平时导师所做的成为世论事啊 那阿罕正义是一部很好作为入手的准备 你从阿罕正义 阐述的这些意理啊 把过去认同 或者说你犹豫不决 是不是真的大圣非佛说 的这样的问题 你先给铲除 然后你来读成为世论事啊 才能够真正的读懂他的宗旨 读懂他的真意 这是我的看法 郭老师 在于这部论 我觉得要阅读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困难 但是师父可以把它写到 非常白话 非常白话 而且师父的特色是 先白话解释完以后 然后再慢慢详细解释 读完以后应该还是觉得很困难 但是应该会读懂 我记得我以前那时候 在等《能且经》详解的时候 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来 然后那时候我还没进来 然后每次我就是星期六 星期日 然后去那个士林的一家书店 因为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师父的书 平时导师的书 师父的书 没有 然后我就去那里逛 然后每次 出来了 因为有时候要半年 我就觉得好高兴 非常高兴 所以今年即使说 才出一本 或一年出一本 我会觉得这已经不得了了 只是说这个法医还是会很深的 所以相信就不能怀疑 可是到底相信的程度是什么 除了阿涵正义也可以推荐 有新的人可以读《心经秘义》 对 因为《心经秘义》的话 他把这东西很浅显的 然后有层次的这样简略说明 而且《心经》实际上到了在《楠言经》的时候 也有做一个完整版的说明 《心经》把这个道理说完以后 说了一面 主要是说当然你实际上也有分两面 然后《仁言经》把两面都说了 所以离极离灰 然后这样就是 而且是四极非四 四极非极 然后这样就是到底法是什么 那就如人饮水 人暖自知 这个法是可以清正的 所以要相信清正的人说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没有正 然后他又喜欢所有的人说 因为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三个字 大家还记得吗 四尊好严厉 而且四尊说了两次 不是只有一次 也就是说 两位老师同时不约而同的认为 想要读懂成为书论是 其实要先信寿有这个第八四 其实要相信这个第八四 其实确实不容易 从刚刚座谈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从古至今 就有很多人是六四论的 他们不信寿有第八四 那就不能进入佛法大海 我记得在大智度论 龙树菩萨他就说 佛法大海 信为能入 智为能度 欢迎就要说 进入佛法大海 一定要先相信 如果不相信有第八四 其实连二圣法都不能证 更何况要进入 这个佛菩萨道的佛法大海 那我们成为书论是 他事实上就是以 这个第八阿赖耶 阿赖耶是如来藏 为核心 而涵盖了一切法 那你想要读成为书论是 如果不先信寿 有这个第八四 那当然读起来 难免会有疑 会有疑问 或者格格不入 乃至于就读不下去了 那幸好 平时导师这几十年来 已经出版不少书籍 那对于各位来阅读 这个成为书论是 应该会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刚刚陈老师 他就推荐说 读这个阿含正义 因为阿含正义里面 就已经讲明说 有这个本事 它是包含这个八四法 都涵盖这个阿含里面的 所以证明就是有这个本事 有这个第八四 所以你读了这个阿含正义之后 就能够建立 这样的正确观念 那再来读这个成为试论是 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那刚刚我们郭老师 他是建议 要读心经秘义 心经秘义 刚刚的这个阿含正义 它有七本 那也许有些人读起来 会比较沉重 那我们郭老师就推荐说 读心经秘义 因为它只有一本 而且他是演讲的会者 所以对某些人来讲 可能读起来 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而且他直接就讲 大圣禅宗所悟 那就是第八四 所以 你要是能够先读 心经秘义 对你之后再读 成为试论是 也应该会有帮助的 感谢观看